Hello,你好呀,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Rosa 这个星期给大家来个聊天类,然后update的视频 因为我在20年12月年底的时候 我就给自己订了想要在今年努力用的20个产品 然后呢,我就想现在做一个quarterly check-in 这个也不算是个project pen 因为我没有再说要hardcore的说要把它用完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希望就是这些产品在我的脑海里面是ok 我如果能用的话,我尽量去用 但是我不会限制自己因为要用它们而不去用别的产品 sorry,I hope this makes sense 相当于是第一个check-in,20个产品就大概过一下 如果你想看我introduction的视频线的话 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这上面 但是今天这个update的话 我也会把introduction的那个时候的样子放在这里做一个对比 我在每一个产品都给自己做了一个用量的记录 然后次数的话是指我1月1号到3月31号用的一个次数 然而我今天录像是4月4号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产品的样子大概会是就是用量之后的样子 但是,you know,有四天的difference 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只想跟大家说明一下 OK,第一个产品就是我选的这个Fenty Beauty的Hydrating Longwear Foundation 我的色号是185 放进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多别的我喜欢的粉底 然后这不是我喜欢的一个粉底液 所以我想说Focus用的话 又这么好看到progress 又是squeezing tube 又可以很好的知道用量多少的话 希望今年可以用完它 就是我给自己的目标 然而我过去的一个季度里面我只用了两次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想要把我那个Lancome的粉底液用完 我现在也用完了 再加上这个真的不是我想要的这种妆效 就我本来就是狭子皮 然后脸上的texture会比较多 然后它会把我的texture完全的放大 反正Fenty Beauty我用到的好几个面部的产品都不是非常适合我 今年发现我用粉底是真的非常非常慢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用的是刷具而不是用美妆蛋 也就意味着我所有的产品几乎是不会 就几乎都是到脸上不会被我的用具而就是吸收一部分 所以我的粉底的这个使用程度真的是非常非常慢的 也就是为什么就粉底在我这里是很困难的一个产品 我也是了解到了自己这一点 因为实在是用量太少的话就变化不大 大概可以弯到这个程度刚过F 第二个产品是Bronzer 然后Bear Mineral的Bronzer 我这个色号是Worms 这个是我去年已经铁盘了 然后我希望今年可以把它更扩大铁盘 我也是不负众望的再慢慢努力做这一点 过去的这三个月里面就是一月到三月份我一共用了14次 很多产品的一旦铁盘了之后它整一个的变化 其实肉眼可见的会比较大一些 就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去完成它 我感觉今年我真的很有可能会把它用完 这也是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Bronzer 我在Sephora Recommendation里面也有说到它 它的整个Blendability 还有它即使颜色这么深 上我这个肤色的话也会觉得非常自然 非常TAN 这个产品我是用的很喜欢的 如果我今年用完它的话 我很有可能真的会去回购它 Bear Mineral的产品其实说白了 它的虽然品牌真的很老 但是它出的产品我感觉每个都真的很用心 特别是遍布的产品我觉得值得一尝试 接下来也是一个Bronzer 是这个Too Faced Gingerbread 10的Spicy Bronzer 是一个Limited Edition 19年年底的时候出的 年初的时候感觉它的脚上有一点点的 淡吧 但是现在感觉已经越来越深了 就也不知道在镜头面前它到底有多明显 但是我是可以看到就是它的 左手和左脚这里已经彻底的模糊了 过去的这三个月里面一共用了17次 冬天的时候没有特别想去用它 因为它的显色度真的非常非常强 而且它的棕调很重 所以我觉得我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更喜欢拿起它来用 但是它的熨染程度和上脸的效果还是挺在线的 但是没有说我这么喜欢我那个Bear Mineral的 还有另外一个我等下要说到Too Faced的 这个Natural Loss Bronzer也是一个Limited Edition 它之前我在Introduction的时候已经是Repress的情况 相当于是在想把这个Repress之后的这个再做铁皮 主要是Focus在中间这个部分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它大部分都是我这个 Repress的时候那个纸巾的纹路 现在已经慢慢的就是展现出它自己的纹路来了 但是旁边看的话没有觉得太大的一个坑 而且它主要是Repress之后 它比之前的显示程度要更深了一点点 所以我现在也会比较Light-handed一些 我过去的这三个月里面一共用了32次 其实这是我真的是拿起来最多次的一个Bronzer了 主要是即使它显摄度都会比较强 但是它的整个色痛不会太深 然后也还是比较适合像我这种肤色没有特别特别深的一个情况 又因为盘比较大很好取分 所以我用它还是用得很开心的 真的非常希望今年的时候可以看到它再次被铁皮 最后有一个Bronzer是这个我选进来的Benefit Hoola Bronzer 它的盘很小 它是这种组合盘里面我选的是这个Hoola 然后它是因为每次用的时候它的粉质很松 所以我老是觉得它可以看到那个字体慢慢在削减 然后现在看的话感觉还是可以看到那个字 但是还是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坑吧 有一些些dip的感觉 这个产品我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用了17次 不算太多但是我觉得也不算太糟了 夏天的这几个month的话希望用它会比较多次一点 因为它的显色度真的挺强的 就是一点点都可以上到比较深 所以我用它也是很小心一点 而且它主要是取分也没有说特别特别方便 所以我用它的次数也没有像是那个natural loss一样这么多 接下来就是两个腮红 第一个我选的是Cover FX的这个双色腮红的光面 这个色号是soft peach 选这个光面是因为喜欢这个光面比这个雾面要多很多 我觉得光面给的这个肌肤的细腻度还有闪亮度 还有光泽度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我很喜欢这种桃色的感觉 再加上我感觉光面的话用多一点是可以看得出效果的 这样看一下的话也可以看出来 其实我今年的目的就是想把它的这个纹路弄得平滑一些 我觉得已经在有一些些感觉了 之前的时候纹路是非常平整的 现在已经开始走觉得中间有一点点乱乱的了 就感觉还是有在就是提高了 过去的这三个月里面用了29次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blush topper 因为有一些比如说用到的腮红觉得它显色度不够 或者说是颜色不够 不够可爱的时候我就会加上一点这个 所以用的它的次数也是挺多的 第二个选的腮红是这个hourglass的ambient lighting blush 色号是diffuse heat 我是一个这个小盘妆 但是因为hourglass的粉真的压得超级超级实 我觉得它这个bake formula 我感觉用了很多次它都没有任何下降 所以我把它当作今年我要focus的一个产品 而且再加上hourglass的产品真的都好贵 过去的这三个月里面用了22次 它的显色度其实比较低 所以我可以更多的叠加 但是我真的肉眼看到的difference真的很少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 就是没有感觉它有一些变化什么的 就我本来是想说把它这个屏的这个 就本来是一个dune的有点往上凸的小山包一样 然后把它变平 现在它是平的但是我希望它可以看到往下的这种凹的感觉 但是我感觉弄到凹就已经有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那个刷子戳到的洞了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看到有往下凹的感觉 今年的下半年可能才能看到一些progress吧 如果三个月用20多次的这种frequency也真的算是挺高了 因为我的blush真的超级多 我是一个很喜欢试用还有用买新的blush的人 接下来两个高光 第一个是这个lora Mercier的highlight 01 也是一个bake formula 然后我现在也在work它的这个dune 然后我这过去的三个月里面用了25次 也不算差吧 但是我感觉跟上次introduction看起来没有说太大的区别 它还是可能慢慢的往这种二分之一削的这个dune的在行进 但是还是比二分之一要高的感觉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这里 有一点点要凹的一个迹象 完全没有说很明显 所以还是需要多加努力的一个 这个高光我真的超喜欢 很细腻 我今天的高光也是上了这个 就觉得上了脸之后就是水光波光灵灵的感觉 而且苹果机会把它弄得非常蓬蓬的 我一开始喜欢比较闪耀的高光的时候 还觉得它太无聊太淡了 但是现在则是越用越喜欢 就是自然的妆效 还有这种苹果机蓬蓬感 就觉得非常可爱 所以lora Mercier这个高光我也是非常非常爱 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在我手上多看到一些进步 下一个高光也是我超喜欢的 是Nurse的Haw Scent 我买的这个是一个双色的这个盘 但是我就是想要focus在这个Haw Scent里面 因为我感觉盘这么小 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更加的看到一些效果 但是感觉跟我上一次introduction 也没有说差别太大 我过去三个月里面用了23次 有一点点少 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Haw Scent有点点太亮了 我会觉得要tone down一点的话 我就会用lora Mercier 还会用我那个Essence的新买的一个Trio Nude Highlighter 这个是属于我觉得我真的要出门的时候才会喜欢用 它上次introduction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些的dent 就是现在好像dent还是有 那只是说下降的不是特别多 然后focus在中间这个部分往下取粉 但是它这个Haw Scent的这个粉压的是挺实的 非常实 而且它的显色度也会比较强一点 所以用量会比较少 Nurse的盘我个人的经历来说 虽然它盘子很小 但是它的盘底很深 所以我真的不太有自信今年可以用完 但是我希望今年真的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大一点的dent 接下来这是两个美部产品 选择这两个美部产品都是眉粉饼 我觉得眉粉饼对于眉笔来说的话 真的是很难用完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给自己的目标也是希望把这两个眉粉饼用到铁盘 第一个是这个NYX的Eyebrow Cake Powder 打开了有两个小刷子特别难用从来不用 然后一个眉胶 然后两个颜色的眉粉饼 我这三个月就感觉一直都 先是focus在另外一个 第二个我等一下要说的这个眉粉饼上面 这个就有点被忽略了先 这个我是用了11子 这段时间才慢慢开始用起它来 所以它还是能看到一点点那个黑色的有一点点的坑 然后其实这个眉胶已经是见底了 这个眉胶是比较软的一个质地 所以它是很容易就dick身的 然后这个黑色这边我是想要今年要铁盘的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眉粉饼这种东西真的就是要持之以恒的去用 我还是可以看到努力的结果的 唯一一个就是这个 NIX的这个盘真的质量太差了 就是即使说它上眼的感觉不错 然后上色度也很不错 暈染也还可以 但是它真的就是因为这个塑料盘 然后这里都已经有一点点塑料都掉了 反正我现在就是只是以着这一边的这个螺丝在支撑着它的这个转轴 所以觉得还挺fragile的 然后就希望它不要在我铁盘之前会掉壳 然后眉粉饼就是我在boxycharm拿到的一个brow bar的眉粉饼 它里面也是同样的setup 本来还有一个那个染霉膏我把它拿出来了 因为我打算单独用它 然后我现在这里就是一个铁盘的状况还挺开心的 这个是个霉胶 然后这是霉粉 这个颜色不太适合我 所以我都是用这个黑灰这个颜色 已经铁盘了 还挺开心的 这个真的就是霉粉饼是属于 如果每天去用坚持用的话 是可以看到效果的 我过去的这三个月里面一共用了54次 也就相当于每天都会在用 在50次的时候我把这个铁皮了之后 我就开始focus在NYX这个上面 所以这个产品相当于是我已经完成了 我自己的今年任务 属于以后如果我想起它来 想用它的时候可以用 但是我不会再把它作为一个focus的产品了 接下来三个眼影 第一个是这个Tur的一个单色眼影 是Expose这个色号 非常温柔的粉色 我给自己的目标是 我不知道今年能不能铁皮 但是我想要至少看到一个大坑 现在的情况就是 它的确有个坑 特别是我一般喜欢用指头上 这种shimmer的感觉嘛 所以它就是一个我指头的这个坑的大小 过去的三个月里面只用了六次 为什么这么少的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颜色真的是太普通了 非常中规中矩 可以在家里 然后不这么中规中矩的 可以完完妆的感觉的时候 这个颜色就不是能经常被我想起来用 虽然它的质地啊 它的晕染啊 还有它的这种非常delicate shimmer的感觉 非常漂亮 但是我就是很容易把它遗忘 所以也就只用了六次 希望第二个quarter的时候 可以看用的它的次数更多一点 眼影在我这里真的很难很难铁皮 我觉得铁皮真的不是一个很realistic的goal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眼影我是不抖粉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要需要抖粉 但是我是属于 如果我知道这个盘很显色的话 我会沾得很轻 我不喜欢把我的眼影盘弄得很脏 或者说是这种感觉 我就是一般不抖粉 所以对于我来说 眼影盘 眼影铁皮是真的不太可能 但是我会比较努力的去增加它的这个用量 Nurse双色 眼影 就是想要是这个黑色的 黑色有一些金闪的一个颜色 过去的这一个季度里面用了15次 其实还挺多的 因为我经常会喜欢把这个颜色 拿来当做眼尾加深色 Nurse的粉质也是压得很紧的 就是没有特别松 然后我又不抖粉的话 它的这个progress真的看的会比较少 就随便吧 今年的话再继续努力用 是这个Color Harry 刚刚是Coldura 这个用了10次 这个就用的更少了 是这个紫色的 这个紫色这个也是可以看出 有用出一点点坑的感觉 每次上这个眼睛的用这个颜色的话 一般就是眼底铺色或说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用刷子上的颜色 所以它这个取粉的话会比较大量的取粉 就不会对着一个地方一直在用 所以它铁盘是真的不太可能 但是我希望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dent 虽然它现在已经有一点点的dent感觉 下个Quarter 但是这两个NARS的双色眼影我都可以用到10次以上 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会开心一些 接下来就是6个唇部产品 是这个Iconic London的一个唇釉 Lovestruck 应该是最浅的那个4号 如果印进来的时候 可能就可以看到一点点的这种用的迹象 但现在已经到这个位置 我过去的三个月里面一共用了25次 就是我为什么把这个lip gloss拿进来的 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看到它的进步 可以看到它的下降 就非常motivated 而且这个lip gloss的formula我还挺喜欢的 是我唯一一个有plumbing effect的一个lip gloss 但是它的plumbing effect是我可以接受的这种 我一般工作累了或者说需要一些break 但是我又需要工作的时候 我就会涂上这个 给我自己一点那种清新的感觉 然后有一点别的sensation也可以 比如说工作真的很无聊 是需要有一点其他的东西去激发一下 我这有个这个Tom Ford选的04号 Indian Rose 它已经是个比较短的状态了 快要用完的状态 但是它现在已经属于非常的歪七八扭 然后挂边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比较massy的状态了 这个颜色我还是很喜欢 就是我今天唇上就是这个 就我觉得它的紫调比较重 所以它一般图粉一点啊紫一点 温柔一点的妆容的话 我都很喜欢搭配它 然后它给嘴巴滋润的效果真的是有在 那Tom Ford又因为真的很贵 我就很希望能把它用完 在我这里不要浪费 我过去的这三个月里面 一共用了20次 所以还OK吧 就没有说的特别好 还有一个Tom Ford的我是这个小支的 是64号Hero 它是一个比较亮橘色的 也大概用了一半左右的样子吧 但是它因为实在是太亮橘了 然后它的颜色会比较抓人眼球 这个质地会比较偏硬一点 没有像Indian Rose这么润 用它的机会还是挺少的 冬天的时候也不想要用那么亮橘的感觉 所以我这个一共这三个月只用了4次 我希望就我觉得夏天啊 春天现在春天到了 然后夏天的话 我会用这个颜色用的更多一些 接下来是Dior的两支 一支这个大的也是我超爱 434 色号是Promenade 也是比较短了一个 非常的干燥玫瑰色 就这个和刚刚的Indian Rose 一直都是看着它说 好短我今年应该没有问题 去年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今年真的是很希望可以把它用完 它上嘴的效果真的特别的好看 非常温柔 很知性 职业气场风的感觉 而且它上唇的这个滋润度真的很好 而且也不会粘牙齿 也不会蹭得到处都是 其实这个颜色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很喜欢用的 现在也就是电脑桌前Re-Apply 我也是很喜欢Re-Apply的一个颜色 三个月里面用了15次 我觉得可以更多吧 就是我希望可以多想起它来 另外一个小的Dior的我选的是745 4号是Terrific Matte 这个颜色是非常的饱和 气场更大的一点的玫瑰色 这个的质地就是涂一次之后一天或几乎吃饭之前半天都是完全完全不用动的 它不用怎么Re-Apply 所以我涂它的次数也是比较少 我过去三个月里面只用了它五次 但它的颜色真的很美 所以也可以看到真的用到挺多的了 今年能不能用完我真的没有太大的自信 但是我希望至少可以看到一个比较 achievable 可以让自己有想象空间要用完的一个感受吧 希望可能下个quarter的话可以用到上十次会是更好的一个结果 最后一个是G凡期的一个限量色号是17 African Copper 它是个有点润唇高质地的一个深色的酒红色 然后味道也是挺香的 它也剩的比较短了 虽然它已经感觉要断断在里面 我感觉是可以肉眼看到一些进步对吧 上次introduction到现在这三个月一共用了13次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需要多次去Re-Apply的 看缘分吧 会努力的 OK 这就是我20个产品要在21年Focus用的一个第一季度update 有任何想法 还有如果你也在做类似的有目标用完产品的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们来做一个交流 希望这一期的视频也可以multivate你去用你手上 觉得有一些被overlook的产品 那就谢谢你收看这期的视频 我是Rosa 我每个星期都会推出视频 如果你喜欢彩妆护肤用完产品这类的话 记得关注我 那我们下一个星期就再见吧 拜拜